中介贿赂张亮颖的经纪人 中标被罚210万 违法事实显示 当事人主要从事组织文化交流经营活动 在某场直播活动中 主办方欲通过中介公司联络相关艺人参与 当事人给予主播 给予主办方娱乐经营营销经理顺某某好处费9.1万 给艺人张亮领的经纪人下来 下莫 下莫涵好处费9.1万 利用两人职务便利获得了交易的机会 为此主办公司支付当事人服务费用70万 当事人支付给予人张某某经纪公司40万 下莫涵 承认张亮领经纪人同年6月 发文表示已经离开了 评论 张亮领是利益受害者 众所周知张亮领是重情感的人 没有碰触他的底线 他不会让一个陪了他十几年的人离开 愿大家所欲皆善 评认 张亮领是受害者 该得的报酬都被瓜分了 评认 没想到赔了张亮领这么多年的 莫莫原来是因为这个问题离开的 但是张亮领什么也没说 一个个的好聚好算 算是对莫莫的体面了 他妈的这些个戏文稿写的人呢 云山雾灶的 不就是有人想和张亮领 要张亮领给站台 然后呢 给他这个所谓的身边的人 因为见不到张亮领啊 给裹红包嘛 不就是这个事吗 那么这个经纪人和张亮领的关系 是谁盘剥谁 谁奴役谁 这个都不好说 人生啊很复杂 一个老板呢 和一个女 就是两个人都给一个老板打工 一个是做这个企业高管 一个呢 是做这个企业蓝领 这个企业高管呢 就是和老板的关系不清不楚 那么这个企业高管呢 是女的了 这个老板这个关系 其实就是这个 暗度陈昌了 明修建道 暗度陈昌了 那么这个企业高管 就通过他的职位呢 这大肆楼钱 你以为这个老板不清楚这些个事啊 是吧 这个都很复杂的事 谁他娘知道 他们在妈那里搞什么勾当啊 是吧 反正我觉得这都是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在不正常的一种环境里 它又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不就是这玩意吗 这些个人都希望这个张力量给他们传播善 希望他们能可以满意吧 我是不把这种希望放在这里 到时候你会竹篮的打死一场空 你不有上帝吗 你在上帝那里获得善多好啊 你在这些人身上获得善 我如你身上帝 让我走 谢谢观看